它其實是在 維持一個 有價證券的 遊戲規則 我們投資股票的一個遊戲規則是什麼? 我們要如何保障投資 我們先不要談這個問題 我們先講如何保障投資好了 是投資人只要虧錢就找政府要錢 政府賠給他 這叫做保障投資嗎? 絕對不是嘛 不然這樣政府就 就大概很快就破產 對不對? 好,那如何保障投資? 你們一定有聽過這個問題的答案 相信我 提示在電視裡面 你們一定有看過電視 廣告 講過這句話 廣播也有 有 有,我聽到有人在講了 公開說明書 前面還有一句 對對對,就這句 你們都聽過嘛對不對 很多人都在講 我看到很多人嘴巴都在講 而且那句話通常是兩倍數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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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就這句 這句話就是我們保障投資的精髓 相信我,你們都聽過 你們都會了 買賣股票基金有賺有賠 有賠 詳悅公開說明書 這句話真的是超級重點喔 這句話你把它領悟出來 證交法你可以回家 你們都會了 真的 為什麼? 買賣股票基金有賺有賠 有賠就是跟我們講說 保護投資的方式 不是確保你不虧錢 而是確保你 後面那句話 請祥月公開說明書 是確保你有資訊可以看 所以我們保障投資的方式是什麼 讓你有資訊看 你自己評估 這一檔股票值不值得買 自己決定 然後損益自付 這句話就是證交法的精髓 記住喔 再講一次 給你充足的資訊喔 我們證交法只是做一件事情 提供你充足的資訊 也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公開原則 我們證交法就是 要求發行人 一定要資訊公開 提供你們這些投資人 有充足的資訊 可以看 看了之後 怎麼決定 你們自己決定啊 損益自付 自己的股票自己買嗎 自己的理財自己理啊 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給你們資訊 你們自己決定 決定之後 買了損益自付 不要牽托政府 就是這樣 所以遊戲規則就是這樣 我提供你資訊 你也就是投資人喔 投資人喔 自己做投資決定 自己做喔 你們大家都成年人了對不對 能買股票的都是成年人啊 自己做決定 自己理性思考 自己做決定 然後損益自付 這就是我們證交法的遊戲規則 也就是我們證交法保障投資的方式 所以我們只做兩件事情 我們證交法只要做兩件事情 我們就功德圓滿 第一個 確保你的資訊 的兩個層次 第一個 就是公開 確保公開原則 而公開原則就是兩層次 我們剛剛講的 一定要揭露 你不揭露我就處罰你 再來 內容一定要真實 如果你敢證券詐欺 我就處罰你 所以我確保你有資訊看 而且我跟你確保說 內容是真的 當然 如果內容是假的 政府不會幫你 就是賠錢給你 政府只是幫你處罰那一個 發行人而已 也就是說 我們國家 是營造一個環境 叫做資訊公開透明的環境 所以它透過營造這個環境來保護你 而不是說確保你一定會賺錢喔 而不是確保你一定不會虧錢 不是喔 這樣能夠理解嗎 好 這是第一個階段 就是我提供你資訊 那提供你資訊 你要投資決定 是投資人要自己決定啊 因為你們成年人要自己決定啊 自己的這個 這個理財要自己理啊 好 損益自負 好 那後半段 損益自負 它跟你講一件事情就是 你買了之後 股價會漲會跌 風險你們自己承擔 所以這裡的損益 到底會漲還會跌 是誰決定的 不是你決定的 也不是我決定的 也不是發行人決定的 是市場決定的 所以這裡的損益自負指的是 市場決定 決定漲跌 漲跌我就不寫了 市場決定漲跌 所以這邊 又揭示了 第二個重點就是 我們 證交法除了 確保資訊的揭露之外 它第二個要做的事情就是 確保市場的公平性 確保市場的運作 不被人為干預 所以它確保市場的公平性 一旦我確保市場公平性 它會漲會跌 你們都要自己承擔 因為你們是成年人 自己做決定 而且我會給你充足的資訊 至於會漲會跌 你自己承擔 但是我確保說 這一個市場是公平的 好 什麼叫市場公平 會漲會跌 其實是誰決定的 是市場決定 那市場是怎麼決定價格的 你們一定會 除非你們高中公民課在睡覺 高中公民課本一定有一句話 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手 有沒有 有沒有這句話 有嘛 所以價格怎麼決定 供給跟需求在決定 所以是市場供需在決定 市場價格 所以我們說這個公平性就是 以供給跟需求 自由定價 市場自由定價 換句話說 可不可以有人為干預 不行 絕對不可以有人為干預 所以我們現在用紅筆 不能有人為干預 代表說我們禁止一件事情 禁止操縱市場 一旦有人操縱市場的話 那就是在干預市場公平性 一定要揭露 如果內容是假的 你就是怎麼樣 操縱資訊 操縱資訊是什麼 證券詐欺責任 所以我們一樣禁止證券詐欺 好 所以你看 同學你們在大學的時候 應該有做過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們有修證交法 而且你們的學校是有客服制度 通常你們都會問 客服學長或學姐一件事情 學長學姐 我明天要考試 但是我都沒念書 你可以跟我勾重點嗎 好一點的學長姐會幫你勾 他就會勾 你就看三個東西 你的期末考就穩穩過了 第一個 證券詐欺 第二個操縱市場 第三個 內線交易 然後你就非常高興 回去 這個 這個學長姐洩題給我 但是整部證交法 也才這三個重點 他等於是全勾給你 你知道嗎 這學長姐其實很壞 你知道嗎 因為整部證交法 重點就是這三個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 禁止證券詐欺 禁止操縱市場 再來第三個 禁止內線交易 其實也是在維護市場公平性 因為我們說 內線交易的保護法義有兩派學說 一派叫做 受托人義務理論 就是忠實義務理論 這個我們以後會講 我們其實先提一下 第二種說法 說他的保護法義叫做 這個市場論 就是健全市場交易機制 也就是維護市場公平性的 這樣的一個保護法義 好 那我們說 我們姑且先採這一說的話 內線交易就是為了維護 投資人對市場的信賴 為了維護市場公平性 所以其實內線交易也是在 在這個 有價證券的遊戲規則裡面的一部分 所以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的遊戲規則 證交法的中心